最新的民意顯示 20歲以上的台灣人裡面 也就是說總統選民 三成三支持賴清德 兩成七支持柯文哲 一成七支持侯友宜 兩成二未決定 賴清德仍然居第一 以目前為止 當四個人競爭的時候 賴清德有31.4%的支持度 柯文哲23.1% 侯友宜15.7% 郭台銘10.5% 有13.6%尚未決定 5.8%沒意見不知道 這個現象我進一步的分析 我覺得有幾點是可以提出來 供大家參考的 第一個就是說 郭台銘的獨立參選 其實並沒有在根本上 改變三人的競爭結構 第二 郭台銘若獨立參選 受衝擊最大的是柯文哲 因為柯原本跟賴差距只有6個百分點 現在就會變成8個百分點 第三 郭台銘如果獨立參選 對侯友宜是有打擊 但影響不大 第四個 就是郭台銘若獨立參選 一開始當然就像現在是一定是敬佩莫作 郭台銘的參選 從目前的 這個實際的 結果來看 因為他的參選的影響是分散的 他的影響是影響了每一個人 而不是集中影響在其中的一個人或兩個人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因為他的參選的影響跟衝擊是分散 因此對整體競爭結構的影響變成是不顯著 不重要的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9月民調發表會 9月民調發表會的主題呢 是進口雞彈風暴 政黨競爭以2024總統大選 那麼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的第86次 每月例行的重大議題民調 那麼這次訪問的時間是 9月18到23天 那麼對象是以前我為範圍的20歲以上的成年人 那抽樣的方法是採用四話跟手機並用 那雙底側隨機抽樣的方式 那麼四話佔70% 手機佔30% 那有效樣本是1077人 1077個人 四話753個人 手機324個人 那麼抽樣誤差在95%信心水準下 約正負2.99個百分點 我們相信 以目前台灣的整體 這個通信 生態來看 那麼要從事一個 這個比較精準的民意的調查 採用七三筆 四話跟手機 各七成跟三成的合併使用 會是最好的一種方式 得到的結果會是比較接近真實的民意的狀態 那麼 我們很快的來跟大家報告今天 這個9月民調的 這個主要的內容 那麼 那麼 如各位所知道的台灣民意基金會每個月的調查 都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有系統的 結束研究的調查 那麼 9月 我們的 民調聚焦在十二大重點 第一個就是 總統選民的心理攝入感 那 第二個是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 在三人競爭或四人競爭的時候 那麼 第三是關於賴佩霞對郭台銘選情的加分效果 第四呢 就是 就是 我們問了一個比較有創意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 當中共武力犯台的時候 誰是台灣人最期待的 戰時的總統 也就是戰爭的時候的領袖 那麼第五就是關於進口雞蛋爭議的 民意反應 第六呢就是 國人對日本福島 處理過的核廢水排放入海的態度 第七就是台灣人對中共 當局因為日方核廢水排放而全面禁止 日本水產品 進口的態度 第八就是國人對中共可能終止ECFA的態度 第九就是蔡英文總統的聲望 第十就是陳建仁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第十一是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第十二是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這十二個主題在某個意義上都是環環相扣 各自有它的重要性 那麼 我們就很快的跟大家報告這一次研究的主要的發現 那這一次的研究的主要發現 第一關於總統選民的心理涉入感 2024台灣總統選民的心理涉入感到底是如何 我們的問題是這樣子 明年1月13號是下一屆總統選舉的投票日 距離現在已經不到四個月 一般說來您是否關心這次總統選舉結果 誰當選或誰落選 結果發現有20歲以上的台灣人裡面 六成三基本上是關心這次總統大選的結果的 三成一不關心 那麼這項發現透露的是台灣總統選民的 某種心理狀態 就是說跟往年比起來 這一次總統選民的心理涉入感 似乎比較弱一點 可能跟目前險情還不是很熱的 這種狀態有關 不過還是在一個正常的範圍 讓我們很快的來看一下這個 目前台灣選民對於 三個主要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 那麼當三個人競爭的時候狀況是怎樣 我們這樣子問 就是說 2024台灣總統大選 目前看來 可能由民進黨賴清德 國民黨侯友宜 民眾黨柯文哲三個人競爭 您傾向支持誰 結果我們發現 結果我們發現 就是說總統選民 三成三支持賴清德 兩成七支持柯文哲 一成七支持侯友宜 兩成二未決定 賴清德仍然居第一 領先第二的侯友宜六個百分點 柯文哲又領先第三的侯友宜 十點二個百分點 十點二個百分點 那麼 跟上個月相比呢 賴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三個人的競爭的態勢 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三個人的排序雖然不變 但賴清德的支持度重創 十個百分點 柯文哲 列為增加零點八個百分點 基本上也沒什麼變化 序居第二 但是他已經離第一的 賴清德只剩下六個百分點 侯友宜回升三點六個百分點 仍然居第三 那跟第一的賴清德有十六點二個百分點的差距 九月的選戰情勢 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這個原本遙遙領先的賴清德重挫十個百分點 使選舉的競爭 出現結構性的緊縮 雖然他仍保持穩定的領先 但整體的選戰情勢已經峰迴路轉 戲劇性的回歸八月以前的競爭狀態 這也強烈暗示著 2024這場總統選舉過程與結果的不確定性 為什麼賴清德這次會重挫十個百分點 我們的初步解釋是 進口雞蛋風暴 以及八月快樂時光效應的結束 進口雞蛋風暴是一個猛暴性的突發事件 他的成因 他的過程 到現在為止 我相信 台灣社會 也都還不能全部瞭解 但是他已經造成極大的衝擊 對民進黨 作為執政黨來講 已經造成系統性的傷害 並且進一步危害到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的選情 那麼我們說兩個因素 初步可以解釋賴清德這次重創十個百分點 我們所說的八月快樂時光效應意思是說 賴清德副總統八月以總統特使身份出訪 那在美國在巴拉圭全程 其實都創造了空前的 這種媒體的曝光率 獲得國內外的高度的 這個 重視 那麼再加上那一段時間 台美關係跟台日關係都加溫加熱 當然另外在野陣營分崩離析 讓選民 對賴清德 產生一種 這種 信賴感或者是喜歡 賴清德成為未來總統的那樣的一個整體的氣氛 但是這個氣氛已經結束了 8月的這個快樂時光Happy Hours 已經結束了 快樂時光總是短暫的 然後 再碰到突如其來的 猛爆性 突發事件 進口雞蛋風暴 使得賴清德重創10個百分點 使得他現在只領先 柯文哲六個百分點 那麼 為什麼農業部的進口雞蛋專案在短時間內就引爆眾怒 我們初步的 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到現在 即便 陳其中已經 部長已經下台 但是呢 就一個突發性的這種事件來講 其實還有很多的疑點 其實 是不清楚的 社會 也不怎麼了解 但是呢 風暴已經形成 那麼 照理說進口雞蛋專案只是一個普通的公共政策 不應該演變成為一個巨大的爭議 甚至被說成是弊案 那麼進口雞蛋 究竟有多少是過期的 有多少民眾實際上在超商買到臭蛋 壞蛋 過期進口的 雞蛋流向 到底是怎樣 那麼 何時即如何銷毀 那麼 還有進口 還有進口產地 這個 標示改成台灣本地等等 台灣社會有很多的 疑惑 這些在短期之內就 引爆那麼大的 這些 人民的怒火 我覺得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 進口雞蛋風暴五億之間碰觸了人民的 基本道德底線 人民會覺得我不應該在超市買到 臭蛋 為什麼 買到了 連我 認識的一個朋友 他也在前年說買一盒雞蛋 六個是好的 四個是壞的 那顯然這個不是 這是 無風不起浪 可能 不曉得有多少人有這種經驗 那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 那麼 這些 其實 顯示出來 進口雞蛋風暴 可能涉及一個 比較 就是說看起來是一個普通的公共政策 但是在執行 面 所產生的 豬班的問題 人民是沒辦法接受的 事實上一個好的政策其實 從政策的規劃到執行 應該都是 設想的很周到 才對 如果目前 政府當局把問題 輕輕的 歸咎於是執行面的問題 而政策本身沒有問題 這種說法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 那麼 好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 進口雞蛋風暴 你看 根據我們這一次的調查 產生的那種系統性的殺傷力是驚人的 他 不但使得 陳吉仲 這位 上任48天的農業部長 請辭 而且獲准 你就知道問題其實是很嚴重的 陳吉仲是 蔡英文執政團隊的核心成員 他 正意氣風發的準備大展身手的時候 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即便是總統的愛將 蔡總統也不得不 讓步 讓他 請辭下來 你就知道其實這個問題 可能 執政當局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只是沒有對外講而已 那 這件事情 進口雞蛋風暴 不僅僅只是衝擊到農業部 讓農業部長下台 他還進一步 這個 重創 陳建仁內閣 施政滿意的 施政 表現的滿意度 9.2個百分點 衝擊 這個聲望也重創了 這個總統 這個聲望10.4個百分點 那對 民進黨的支持度 也 因此 而重創6.5個百分點 這是一個非常 突如其來 突如其來 但是 卻是非常重的一次 系統性的傷害 到最後當然是 衝擊到 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的 選情 下挫1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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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個 猛暴性突發事件 就克文哲方面來講 他的民意支持度從6月以來 始終都維持在2成7 上下 擺動 穩基第二 但他的情況是 看起來並沒有向上提升的 強有力的動能 那麼這是 柯文哲自己的隱憂 那侯友宜方面 過去一個月民意支持度上升了3.6個百分點 他的訪美表現比疫情好 是原因之一 也激勵了這個 國民黨的支持度的回升6個百分點 未來如何急起直追 這個 經緯萬端 仍然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我在這個 報告的第7頁有做非常詳盡的分析 各位可以仔細去看 就是說 關於誰支持 賴清的柯文哲跟侯友宜 他們的社會支持基礎 我在第7頁有非常完整的一個 分析各位可以參考 那 跟上個月比起來 看起來整個趨勢都差不多啦 那數字 有些 變化 那麼 比方說從年齡層來看 那 44歲以下 柯文哲是一支獨秀 那45歲以上 是賴清德有壓倒性優勢 侯友宜在54歲以下就敬培莫作 那55歲以上他就居第二 這這些跟8月的趨勢都一模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 有 不同 就是說 8月的時候賴清德因為 整個支持度 飆升到4乘3 所以 他是從40歲以上他就有壓倒性優勢 柯文哲在40歲以下 即便 這個賴清德支持度飆到4乘3 柯文哲在 上個月40歲以下他還是一支獨秀 那這個趨勢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大的變化 那麼 從一個 可能 不少人關心的地方就是說 在藍白相爭的時候國民黨支持者 目前支持傾向是怎麼樣 我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從政黨支持的傾向去看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民進黨支持者裡面 8乘1是挺賴清德 9.2%挺柯文哲 也有2%是挺侯友宜 但是國民黨支持者中 只有5乘7是挺侯友宜 約2乘 19.5%挺柯文哲 差不多2乘挺柯文哲 7.3%挺賴清德 民眾黨支持者 民眾黨支持者裡面呢 是8乘3挺柯文哲 4.4%挺侯友宜 2.4%挺賴清德 中信顯明來看 其實大家也很關心 中信顯明 1乘7挺賴清德 1乘6挺柯文哲 1乘挺侯友宜 1乘挺侯友宜 出閉市 楊又好 10十九 21 22 22 21 22 23 21 23 88 是這樣子 在7乘7台灣人認同者 就是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 這個7乘7的人裡面 有4乘2是挺賴清德 2乘6挺柯文哲 1乘3挺侯友宜 那麼在中國人認同者裡面 近4乘挺侯友宜 2乘8挺柯文哲 6挺賴清德 在雙重認同裡面 也就是說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種 或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 這些人大概8%左右 但是其中2乘90挺侯友宜 2乘7挺柯文哲 2.1%挺賴清德 所以由此可見 賴清德的支持者很少是來自於中國認同者 跟雙重認同者 他主要都是來自台灣認同者 那台灣認同者 我可以在這邊提出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問題 不是質疑就是說 如果柯文哲在未來的重大的場合裡面公開站出來反台獨 那大概就可以宣佈 賴清德已經贏得了這一場總統大選 但我估計 柯文哲不會這麼做 因為柯文哲是聰明人 他還在找尋中間選民 不過中間選民無論如何 中間選民就是落在 第一 台灣人認同 第二 落在維持現狀 但偏向台獨這樣的一個範疇 好 其他的 我們也講到這個 當4個人競爭的時候 郭台銘的因素 其實我們也做了非常精準的評估 那麼各位可以仔細去看 那麼就是說 以目前為止當 4個人競爭的時候 賴清德有31.4%的支持度 柯文哲23.1% 侯友宜15.7% 那郭台銘10.5% 有13.6%尚未決定 5.8%沒意見不知道 好 那麼 這個現象 我進一步的分析 我覺得有幾點是可以提出來 供大家參考的 第一個就是說 郭台銘的獨立參選 其實並沒有在根本上改變 三人的競爭結構 沒有 也就是說 排序跟相互的差距 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第二 郭台銘如果獨立參選 受衝擊最大的是柯文哲 因為柯原本跟賴差距只有6個百分點 現在就會變成8個百分點 其實在總統選舉裡面 即便是一個百分點的差距 都是很辛苦的 第三 郭台銘如果獨立參選 對侯友宜是有打擊 但影響不大 第四個 就是郭台銘如果獨立參選 一開始 當然 就像現在是一定是敬陪莫作 但選戰開打之後是不是 始終敬陪莫作 這個我就不做論斷 我認為是一個未知數 我覺得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是可以提出來 這是一個理論的觀點 就是說郭台銘的參選 從目前的這個實際的結果來看 因為他的參選的影響是分散的 Diffuse 他的影響是影響了每一個人 而不是集中影響在其中的一個人或兩個人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因為他的參選的影響跟衝擊是分散的 不是集中的 因此對整體競爭結構的影響變成是不顯著的 或不重要的 那這是郭台銘目前的狀況 那其實郭獨立參選 從某個角度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不是說對賴清德好 因為我剛剛講對三個人 其實衝擊影響都有限 而是說郭台銘的參選 會讓台灣的民主更有活力 讓台灣的民主 這種更多元的這種思想觀念 能夠呈現出來 不是壞事情 一點都不是壞事情 好 我們再談到賴佩霞對郭台銘選情的加分效果 其實因為郭台銘本身的衝擊有限 所以賴佩霞的加分效果的問題變成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因為9月14號郭台銘牽著賴佩霞的手出來宣布他是他的副手 還是有一定的社會的關注 我的評估是這樣子 我們問說一般說來您覺得選擇賴佩霞對郭台銘選情有沒有加分效果 結果是這樣子 最新民意顯示20歲以上台灣人裡面 兩成四認為選擇賴佩霞對郭台銘選情有加分效果 五成七不以為然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郭台銘的支持者裡面 有五成五的人認為選擇賴佩霞基本上有加分效果 三成五不認為 所以以這個郭震銘來講 他們是很肯定賴佩霞 絕大多數不肯定 細部的分析各位可以看我們的文字的敘述我就不多談 那 好還有一個有趣的話題 如果中共武力換台 誰是台灣人最期待的 戰時的領袖 也就是戰爭發生時候的領袖 我們的問題是這樣子問的 就是說 台海軍事關係緊張 如果未來幾年中共對台發動戰爭 您希望那時候的 您希望那時是誰在當總統 賴清德、侯友宜、柯文哲或郭台銘 當然這些 實際訪問的時候 這四個人都是隨機出現的 不是固定的這種順序 結果我們發現 29.2%希望是賴清德 是那個時候的總統 16.9%希望是柯文哲 15.7%希望是侯友宜 10.8%希望是郭台銘 17.5%沒有意見 3.8%不知道巨大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發現 這四個人裡面比較受期待的一位 好 那其他關於 進口雞蛋爭議的民意反應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發過幾十 那大家也都 我看 因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國際性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是這樣子問 日本上個月24日 開始將 處理過的輔導 結果發現 6成4基本上會擔心 3成2不擔心 那麼 我們進一步就是比較 兩年半只有31.4%的人是非常擔心 我的解釋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跟近兩年多來 台日關係 越來越好 是有關的 兩年前 有86%福島核廢水排放 對全球及台灣海洋的忽然 那現在只剩下63.8% 那麼這樣的一個轉變 其實也就是8月24 宣布即日起 全面禁止日本水產品的進口 一般說來 您覺得中國 就是中共的反應是否合理 結果我們發現 有五成認為合理 有三成五認為不合理 這個是讓我覺得 有點意外 那我也覺得這個很值得去探討 因為 這樣的一個發現本身傳導 那個樹木 我們來看看 所以我們在尋常中 看到有三個 有四個 有三個 有三個 有六個 有四個